狗狗 狗狗 狗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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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李星云亏欠你们的 但只要你们愿意跟我走 我可以答应你们的任何要求 任何要求 凑你一段行不行 可以 星云 有意思 满足他 这可是你说的 我说的 别过来 揍你 恨不得杀了你 大帅为李唐效忠三百年 你不当皇帝就罢了 为何杀他 废物 你敢逗争 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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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狗狗 那天府会儿长废物 你怎么有了 你也活在这个世上 你们别搞错了 我说的是大王 是他 真是恶心死我了 你要是把炮女人的本事用在正地方 会露到今天这个局面吗 天子 算了算了 脏了手 都回去好好洗一洗 怎么 这就打够了 只是觉得无趣罢了 大漠时无匮乏 将骆驼就这么扔掉 岂不可惜啊 不如 留给天子享用呢 天子身份尊贵 应是吃不惯生食吧 我的这个要求 是不是过分了些 嫌过分 滚就是了 我们走 没事 等年李幻带着我逃出皇城 流落街头身无分文 为了填饱肚子 何止吃过生食 还真是有点怀念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只要能填饱肚子 就没有任何烦恼 还有你们这表情 是我吃的这块肉 你们不满意 那你们 希望我吃哪一块 是背 是腿 还是臀 或者哪呗 既然没要求 那我随意了 我 够了吗 佩服佩服 不过你只完成了三个要求吧 三个太少 我们凑个枕 一百个如何 星云 已经够了 他们不会善罢甘休 我知道 因为我也不会 天下皆知不良人恨我怒骨 谁叫我欠他们的 慢慢还吧 不过 我想还 你们也得有命收 多主 他若要杀人 又何必先救我 如果我就是那种 喜欢先救人 再杀人的天子 哦 杀我们 天子什么时候 有这个本事了 可能我以前没有 但现在有了 那请问天子 你怎么能够杀 你说 若是监国知道天子与不良人都在这儿 多久会等 多久会等 你